哈喽我是温暖 我现在来是在219国道公租厕旁边 这边有一家牧民 家里好多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多羊子 大叔 这总共有多少头羊啊 现在卖的是呀 前两天多了 前两天 天天长车 啊 一天就撞到一咖喳去卖是吧 嗯 这也有 现在还有多少呀 现在不多了 现在是一千来头 一千来头 而且前段时间还多一点 陆续下来陆续下来 就是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陆续的去卖掉 牧民 牧民直接拉过来 拉过来从 构成就拉走 哦 那你是这养不是你们养的 是他们牧民各个牧民养的然后 集中放在这里的养的是吧 哦 你看这里面还好多 这头有羊大概多少斤啊 到什么 他一般长到几岁成熟的时候在卖呀 哎呀这不等啊 大的也小的都卖 就是有个大有小 那你 你方便套论一下就是现在市场价是什么价格吗 市场价 现在是过毛的嘛 啊 156块钱一斤 毛重 啊活的 哇这边还有好多狗 哦 哦 毛不过 毛不过怂了 啊毛不过比较怂 不是你们自己不是也有羊狗吗 这一到晚上东南的中间嘛 看到这些羊就觉得好想吃烤前羊 这是山羊哈 闯不上气了 现在海拔应该有个4800左右 4800多 他说你没有遇到过男吗 平常都有 晚上就有了 晚上会过来吗 会 你看到过吗 不是 晚上就下来了 晚上就下来了呀 不怕人 不怕收货的 哪里怕 这里面 你也是在这里帮忙放木的吗 不是 我收货的 收货的 这应该是这边是不是最大的一个 羊群贩子 羊贩子 可以这样说吗 差不多吧 反正这边几个牧区 每一个牧区都有一个 都一个带半 哦 他只是就是说 羊过来 哦 只是牧民放木 放完之后 集中把羊放到这里来 然后你们过来收购 哦 这意思 嗯 烤前羊应该很好吃 这个羊不错 这个羊好吃 抓几个回去 有没有幼崽 公羊跟牧羊有区别吗 肯定有 那 公羊购呀 买牧羊贵了 应该牧羊贵了 公羊贵 公羊贵一下 他的大小都卖吗 我们可不可以选这小的 要是买个人家羊 继续羊 羊大了再买 好 我们现在就挑大的 老口的 长不大的 我是小的 大概多少斤啊 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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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 按个买 按个买 那小的多少钱一哥呀 四百多五百 四百多五百 也不贵哈 那你们这羊的话 现在是拉到哪里去啊 广西 全哥各地都拉呀 拉都是拉 重庆我们也发烤羊 拉到重庆 你们成都那边 然后他们刷了 烤了一让你们吃 现在整个各地都有烤成羊 就是来自高原的羊哈 小羊糕子好可怜 刚刚那个过来拉羊的大哥说 他们一般一车装个四五百 头羊 运费大概是 三万多哈 从这里 拿回广西 四五百头羊的话 一头羊大概一千多 嗯 就是四五十万嘛 然后他们说有可能就是 会 赚一两万块钱 有可能亏一两万块钱 这东西我们也说不准的 嗯 虽然我们现在帐篷里做一会吃点干粮 就继续往前面走了 本来打算 买一头羊的 想烤全羊 但是呢 不方便 因为我们也不会 不会窄羊 所以就算了啦